第1540集 难遇各大拍卖行丫火 可却有人跟卖狗皮高药般走大街穿小巷的叫卖 十个童子卖一件黄金神文底库 没有一个人敢买 不说其他 光材质以及内运的神灵纹络就是无价的 可是却并无一人敢参与 当然 一群无良人士也没有打算卖出去 就是想闹出一番动静而已 赤裸裸的削天皇子的耳光 要闹个满城风雨 举世皆知 入中狱 在南狱的一片山脉中 天皇子枪的一声拔出不死天刀 顿时劈断了天狱 一片陨石坠落在大地上 鼓足一位大统领惊到 天皇子的神通越发深不可测了 可轻易召唤星辰碎片 早晚有一天能摘星卓越 一群大军浩浩荡荡 进入一座巨大的门户 消失在虚空 北上而去 终于不再宁静 天皇子的动向举世皆在关注 一举一动都关乎到东荒风云大势 在这敏感时期 各方都很紧张 有人来禀告 包 天皇子 那卖黄金底裤的人 在宣秋古城 他神色惶恐 生怕天皇子圣怒之下 一刀劈了他 天皇子眼眸冷酷 手持不死天刀 摇指向前 顿时满山的树叶都枯黄了 全都飘落 肃杀气氛 如深秋来临 然而等他们赶到时 卖狗皮膏药的人 已经消失不在此地 抱天皇子 那人出现在优越古城 吃得一声 天皇子黑发飞舞 眸光射人 以刀斩下 血光数一百里长 让前方一片无银的大湖 蒸发了个干净 同时数十座断山 出现在大地尽头 八部神将 脸扑九大古城 结果全都是一场空 并没有追到敌手 怒怨无边 这股大军卷动滔天杀截 所过之处众声颤离 他们像是一群天兵天将 十方风云动荡 群山万鹤都在颤离 飞禽莽兽 浮导 气势之盛 无与伦比 推演出了 他们必然会出现在真贤古城 我等可去伏击杀个干净 古族已有人精通演算 可占卜未来 能亏得一缕天机 尤其耗心血计算时会精准不少 除非他身上有地兵 或者血脉之力得天眷顾 强盛于神之子 不然逃不过我的推演 好 天皇子点头 让一部分人继续追捕 而后 带着部分人秘密前往真贤古城 准备伏击大敌 到了现在谁都知道 敌人故意如此 叫卖所谓的黄金底裤 是在羞辱他 是对他所说的 土鸡挖狗的另类回应 真贤城是东荒中部地域的 一座贤者之城 恍古年间 在这一城中 出了不止一位圣贤 因此而得名 此时城中气愤压抑至极 落真可闻 无论是茶馆还是酒楼 都没有人大声说话 沉闷的气息 让人要窒息 因为 一个卖狗皮膏药的人 在叫卖一个黄金底裤 让所有人都浸若寒蝉 绕着他走 今日 我看你向哪里走 突然 一道呵斥声响起 整座城池都差点崩开 一群大军出现 黑牙牙一片 挤满了天穷 天皇子立身在古战车上 脸色阴沉的快滴出水来了 手中磨刀摇至下方 强大的气息 如一颗颗鼓星摇动 一群古族直冲城中的身影而去 杀气弥漫四野 他们想以最残酷的手段 豁捉此人 留给神之子发落 突然 古战车上方一道霞光 在虚空中绽放 像是天外飞仙 正溃九天 击破千云 化为一道不朽的神红而来 叶凡手持一杆身枪 身子横空而至 击向天皇子头盖骨 惊艳一枪 照耀古今未来 刺碎了天穷 闲光艳艳 锐霞喷波 过去 现在 未来 仿佛都被这一枪给击穿 混沌四射 由开辟世界的伪力震出 噗的一声 天穷上 那个手持磨刀的阴尾躯体 天灵盖炸开 血浪冲起几米高 死尸倒在战车上 早就等你多时了 就知道你会如此 目的 另一个方向冷酷的声音响起 一人手持一口 赤胜的天刀横斩而来 又一个天皇子出现 刚才的不为真 同一时间 黄鸣动消汗 一头先皇飞舞 斩翅机九天 麒麟一吼山河碎 另一个英伟的男子体内血液流动 像是雷鸣 充斥着一股爆炸性的力量 挥拳击向前方 而在他身旁 还有一个蓝发女子 明艳动人 可是 散发出的能量 却如神明将士 一步落下 天崩地裂 四大古皇子同时出手 将这个地方索困 不给刺激者活命的机会 要将他困住 然而 被围在当中的人 当场就化成了一道氢气 散在了天地中 任他们疯困 也于是无补 天际尽头 叶凡的真身 睁开了眼睛 射出两道火炬般的光束 腾的站了起来 圣皇子手持黑色的乌金大棍 我已锁定天皇子 必击杀他于中狱 给我跪过来 你们若不出现 我便涂掉整座真贤城 天皇子英俊非凡 可是此时却神色射人 手持磨刀 做事 要劈了下方的城池 哗的一声 真贤城像是炸开了 修士如乱鸟 逃向四面八方 生怕亡死于此地 凡人更是惶恐 哭喊着冲向了城门 圣皇子对叶凡说道 狗急跳墙 他这是彻底撕下脸 要逼我们出去了 或许认为你是人族 放不开这一切 你敢 突然 真贤城内冲起一股滔天的气势 一股强大的妖圣契机 弥漫而出 让四爷巨阵 像是一片星域垮了下来 所有人都惊住了 什么 圣人契机 有一位妖圣 藏于此地修行吗 是玄规圣人 东方也劈头散发 像个野人般笑道 露出一嘴雪白的牙齿 他们之所以选择此城 就是听闻 南岭蛮族的守护神 玄规来此怀旧防骨 因此将最后一战 选在了这个地方 凭你一个小小的战斗者 也敢大言不惨 想灭一座人为巨城 敢动一下 我活挂了你 冷漠的声音 自真贤城中传出 谁也没有料到 真贤城有一尊妖圣坐镇 头顿的人都安静了下来 不再惧怕 即便天皇子再强势 也不敢触怒圣威 不然一个指头 就可以碾死他 圣 超脱了人的范畴 那种天欠鸿沟 不可逾越 虽然说圣人不得出手 但那是有条件限制的 前提是你不要招惹 若是敢这样涂掉 一位妖圣所在的城池 灭你十遍 也没人敢多说什么 天皇子咬牙 脸色阴沉无比 一刀 展开了苍穹 划出一道上百里长的深渊 划成一片黑洞 吞噬万物 他心中憋了一团火气 可是却不敢真的回掉此城 不然 太古族王爷救不了他 会被当场毙掉 走 天皇子浓密的发丝飞舞 提着天刀远去 古战车划破 长空隆隆作响 八部神将紧密跟随 而黄虚道 火妻子火灵儿 则都消失在了天穷上 他们倒横逆天 谁也拦不住 来去自如 不知逆身何地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